让我们一起学习吧 Let's learn together 一緒に勉強しよう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不表尊词本语第八课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基本课文 太简单了 大家一看都会 所以我就不讲了 反正你们老师也会讲 然后A 这个也太简单了 我就不讲 然后B 说假说 その映画のチケットを誰にあげますか 在口语里面怎么说呢 可以说それ誰に 就行了 如果你指着那个说 两人都知道的话 说それ誰に 就可以了 也可以说 その映画のチケットを誰にやる やる就是做 以前我讲过 上一课我都讲了 やる是有做事情 可以说やる 然后再给给别人一件东西的时候 也可以说 やる 来代替あげる 但是やる 这种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什么随意的一种说法 所以大家知道就行 你不要经常去用 除非两人关系很好 如果可以用也没太大关系 OK 然后他一说 りさんにあげます 可以说为 りさんに 就可以了 也可以说 りさんにやる 就可以了 下一个 假说 誰にそのパンフレットをもらいましたか 他 这个里面 他说 にや 是从谁那你得到这个小册子的呢 这个后面我要讲这个 に这个故事 他说 長島さんにもらいました 就没什么好讲 下一个 他说 すみません りさんはいますか 这个有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 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那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あの すみません りさんいますか 就行了 りさんいますか りさんはいますか 都可以 然后一说 もう帰りましたよ 这个就很 这说法是比较正确 就是比较标准的说法 当然你也可以说 りさん もう帰ったよ 就是非常普遍的说 就是非常随意的说法 OK 下一个我要讲这个语法了 第一个他说で で で 表示就是工具啊 以前这个很简单 以前我还讲过就是 で 可以表示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在一个什么地方 干什么事情也可以用で 大家知道就行了 下一个是我要重点讲的 这个 什么什么哇 什么是谁 に 什么什么 をあげます 哎呦 妈 这些柱子看头疼了 这个就是说一个主语给一个人 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主要用に 给谁 谁 谁就用你 就是对象 对象都会用に 大家记住了 对象都用に 所以呢 这个就我们说呀这个 私はおのさんにお土産をあげます 我送给小野礼物 对 就是小野是对象 所以用に 这个 大家应该没太大问题 下一个呢 もらう もらう 也是从对象那儿得到的东西 叫もらう 用法是一样的 对象就是用に 嗯 这个 我要讲的一个是这样一个问题啊 在语法里面是用に 但是在说话的时候 口语里面多用的是から 比如说 私は 私都不用说了 おのさんに自称をもらいました 在口语里面经常说的是 おのさんからもらいました おのさんからもらいました 大家注意一下 就から 然后这个就是 あげる 和もらう 这个一个语法 当然 后面可能会有 那个くれる 我得到这个词 くれる 就是谁为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这课里面没有写 所以我们在以后再讲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 好吧 下一个 应该没什么问题 看书应该能看明白 OK 我们说下一个 就说什么 我要讲的是第六个 六个 も 表示完了 意思基本相当于 汉句的 已经 但是呢 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 も まったくも 就是在抱怨的时候 你是说 太内什么什么什么 も 大家记住这个 别人跟你说も 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书本上应该不会讲这个 嗯 OK 啊 这个 啊 这个后面讲 后面这个语法的时候 我在后面再讲 OK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直接讲课文吧 OK 应用课文 スケジュール表 这是从英文过来的一个外来词 所以它用的是 片价名 对对 用的片价名 片价名有很多并不是从英文来有法法文还有什么什么文 大家知道 然后我 我觉得这些片价名就是最 我学的最不好的就是片价名 OK我们 废话少说 直接先讲课文 然后 Ono san说 さっき ナガシマさんに電話をもらいました 从刚才呀 就在刚刚才 刚才 常导那家伙 来电话 在口语里面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他 因为小吕小小小吕绿和小吕是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关系 所以用静语有点显得这个除非是在非常正的场合就是显得有点距离感 然后呢 口语里面如果没有什么觉非常熟的俩人该怎么说他会说 さっき ナガシマさんから電話が来たんだけど電話が来たよ 嗯就是这样 電話が来たけど 来たけど 電話が来たけど 就行了 不用说这么长 或者你也直接可以说 さっき ナガシマさんから電話が来ました 電話が来たんだけど 行了吧 OK 然后下句 然后Lisan说 スケジュールの表の件ですか 因为一般的突然有 诶 他肯定说 诶 肯定会说 诶 然后说 あの あのスケジュール表の件ですか あの スケジュール表の件ですか あの表示两个人都知道这个情况 用あの 或者 如果是换 有一种人他会说 あれ あの あれじゃないですか スケジュールの表 のやつ のやつ 然后我要刚才说やつ や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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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代替这个件 聽明白 やつ 可以代替这个件 ややつ やつ 就表示东西です 表示东西 書本上是不会写这个やつ 大家在口语里面说非常多 就说 表示什么时候东西 你可以说 何 スケジュールの表のやつですか やつ ですか 就可以了 ok 我们说下一个 他说 肖子说 嗨 嗨 嗨 如果是正常的非常正式的话 应该说 嗨 そうなんです 或者说 そうです 就行了 然后下 小李说 も fax て おくりました よ 但是 你换的说 就是 も fax ておくたんだけど 搞啥呢 我不是把存存发了吗 就是 抱怨说 も fax ておくたんだけど おくりましたら おくりましたよ 就 说吧 ok 小李说 え いつですか いつ 直接口语里面说 いつ いつ 诶 本当 いつ 就行了 小李说 昨日の夕方です 可以说为 昨日の夕方 ぐらいかな 昨日の夕方 昨日の夕方 のきな 首先 不能不能这样说太长了 直接说昨日の夕方 就行了 我不能说太长 因为很多 对 咱们有些同学来说就是学习不太方便 大家不要 大家就这样说 然后下一个说 もう一度 おくりますか 也可以说 口语里面可以说 も しょうがねえな もう一度おくりが おくるが 可以这样说 も 表示抱怨 しょうがねえな しょうがねえ しょうがねえな 就是 真没办法 もう一度 おくりますかね 这样说 おくるが おくるが 可以用 普通形来说 OK 不要说我把你们带坏了 你自己学坏的 都不用我带 OK 下一句 再说这个是很正常 正常说话 就是这样 然后小姐说 おねがいします 这个就行了 正常 おねがいします 在口语里面 也可以直接这样说 或者说 ではおねがい ではおねがい おねがい 就行了 然后说 わたしは メールで おくります 这个也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小姐说 わかりました 过了一会 小 小姐又来 りさん たった今 ながしまさんに 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した 可以说为 就是口语里面 怎么说呢 りさん 今 ながしま ながしまさんから メールが きましたよ メールがきましたよ 或者说 就不要ただいま 接着今 りさん 今 ながしまさんから メールがきましたよ ながしまさんの メールがきましたよ ながしまさんから メールがきましたよ ながしまさんから 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したよ もらう もらう この時報を 言葉がきましたよ いこういう声を すると 聞かない 事故と 聞かない きましたよ きましたよ Super きましたよ 怎么怎么这么肯定呢 或者直接说 Fax mailも 届いたらしいよ 届いたらしいよ らしい还有什么よ 后面我会讲到 就是表示一个推断 貌似是这样 大家知道 要不然这节课讲的太多了 下一个 理事长说 そうですか よかったですね 一般肯定会说 そうなんですか よかった よかったですね OK 下一句 理さんこれどうぞ 箱根の写真集です 写真集 写真集 这个没什么好讲 まあ 長島さんにもらいました 还是我刚讲过 永島さんから もらいました 然后理事长说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 讲到这儿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OK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解决的问题 好了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Yeah Yeah by bwd6